我們待會就一個說明會就準備開始 那在開始之前呢 我們就先邀請長官 這是教育處的科長 來跟大家say hello 一下 嗨 科長 好 首先呢就是非常感謝這位老師 在大陸店的時候 特別來舞台國小 這邊呢來參加我們一個獎集的援導會 好 其實我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我們為什麼還有這個IP的平台 這個平台呢其實是我們經濟部工業局 這邊喔 對 社會現象的一個附案 那就是由我們師傅這邊提出一些需求之後呢 然後在一個經濟部工業局那邊 並且專業的委員來進行嚴格的審查 最後是由我們利益教育 事業公司呢 還有聯合的是我們請田民專科技公司這邊 可以聯合提案啊 然後拿到這個申請以及相關的輔助 那我們師傅呢 我們主要是希望就是說 能夠透過這個平台 然後希望能夠提供老師 更多的一個教育的資源 又包含一整個教材的部分 我們有精子化一個教材的部分 還有一些VR的互動課程 然後希望就是各位老師可以利用 在你們的在教學上 當然就是老師就是每學習都必須要就是 幫學生撰寫的一個IEP的部分 ID、IEP的部分 每希望就是透過這個平台 然後讓老師呢能夠 減化你們的一個行動的 行政的一個負擔 然後很方便使用 當然就是最後就是老師跟家長 也都能上去這個平台 然後去了解這一個正位學生 並來所接受一個特教服務的情形 有一點就是我們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夠 幫助各位老師 然後讓各位老師能夠寫助你們 然後讓你們能夠有更好的 能夠檢視你們的服務 然後有更好的一個資源分享 然後等一下呢 等一下呢 我們會請那個我們利益教育 事業公司這邊來 就是對我們這個智慧成功 還有另一個主要案呢 還有就是民財和VR的 公共學系課程 以及PG公共學系課程 規劃的內容呢 來進行說明 還有一些相關的操作演練 那就是 我們師傅這邊呢 也會針對我們 一個選年年度 議員即將 請各校來執行的 IEP、IGB的執行 不少計畫這邊 也會來進行說明 最後呢 會來進行討論 一些回饋 因為目前我們這個平台呢 首先就是開發的部分就是有IEP的部分 所以如果說就是這樣 普遍老師就是永遠使用 好 如果找到一些疫情效益的話 我們希望就是是不是地理教育這邊呢 是不是也可以再幫我們開發一個IEP的舞台 就是幫老師就是可以上去使用 然後方便老師 好 那我們是不是等一下就交給那個地理 好 謝謝各位 今天來是非常感謝各位老師 在這個白馬之中我來參與你們的所有會 那接下來的數學會 大家可以放輕鬆 他只是一個上課 在那個老師 那個單位我就是帶來的我們的團隊 我們就是主要的是在新規科學區 大概有多久啊 那這個東西的需求就是來自家藝術政府 他提給我的需求 用我去做提案 那我就到了補助 那補助裡面 大概大概一半以上是廠商的主頭版 所以我們一起來努力來幫我們家藝市 家藝市政府 然後更解除各位老師 來減輕你們的負擔 就是這家藝的負擔 所以你可以做好我們IEP的一個管理平台 那我首先介紹一下 就是這個計畫是由主結案廠商立宇教育 就是他是一名先台北的公司 那今天立宇教育的總部長特助 就是有特別經營的現場 這是Ruby 那他一個是老師 那另外潛艇跟科技 他是嘉義的一個在地廠商 一個資訊能量開發的廠商 主要過往的一個今天都有做了很多教育類的數位化 資訊平台或者是數位教掌的服務 那待會我會由兩位的計畫主持人 我們來跟大家分享說 我們現在整個計畫的 執行的一個狀況成果 那當然最重要的角色是 兩位老師給我們的回饋 因為之前這個計畫大概就是 今年的1月到今年7月 計畫執行期間 那之前我們都做了很多的開發和建制 那也當然有個別的去做老師的一些訪問 或者是一些說明 那接下來就是有機場 這是辛苦老師的大聚在一起 那會依照待會的一個活動時程 我們會進行整個流程 那我現在先首先 我先邀請我們那個 立語教育的Ruby老師 特殊 謝謝翔哥 各位老師大家好 那我就簡單跟大家說明一下 就是這整個計畫 我們先從事故裡面看到 目前針對那個特殊教育 在IET這邊的一些 現行狀況的一些缺點跟缺口 那我們就是希望可以用一個 平台的方式去解決大家的問題 那我們從目前看到一些現在的問題 那這缺口的部分 那第一個可能是包含了 缺乏一些比較靈魂式的系統 一些標準化的格式來做一個整合 那再來就是在特教這邊 可能在教材這邊賺的部分相當多容易 那特別是還要是對各個不同學生的需求 那教學資源的部分 跟一般的任務比較起來 當然相對比較不足等 那還有很重要的是 家長的認知跟參與度的這一塊 那所以期許就是以上這些缺點跟缺口 我們希望可以透過這個我們做的這個平台 可以幫老師去做一個完整的解決 好那希望解決這些行政流程之後 老師就可以把比較多的時間 可以放在學生的個人上面 所以現在我就帶各位老師看一下 整個平台的一個架構 那這樣老師可能會比較好理解說 我們可以在這個平台上面 到底可以使用哪些功能來幫助老師 那第一個當然就是最基本的是 IEP的個案資料的建立 這個是最基本的就是每一個 同學的一些縣長 那這間縣長包含就是每次可能要開 那個IEP的會議的時候 那包含這些會議紀錄都可以 會整在這個平台上面 那甚至是因為老師可能在交車交生的時候 針對不同的帳別 我們會有一些不同的資質的教材 所以教材的會整 那這邊也提供的空間給老師可以去做一個上傳 那包含就是個別的話 課程的規劃 一些基本的資料做建立 都可以在這個平台上面完成 也就是說老師他在取用資料 會跟以往比較強 其實他是可以帶給老師 比較多的便利性 那這個是基本檔案的建立的部分 是針對學生的地方 那當然最重要就是老師在這個過程中 當然有很多的教案跟教材 那以往可能會有很多的就是教案的競賽 那我們希望說這些教案的競賽 是不是可以在一個平台上面 大家可以有一個很好的交流 那是不是老師跟老師之間 這些教材可以互相去討論 那等於是說每一個老師他的複雜 可能就可以再下降一點點 所以這邊我們也會建立一個共享教材的 就是一個資料庫 那每一位老師呢 他可以上傳自己的教材 可能是影片啊 或是老師的簡報檔案等等 就可以在上面去做一個共享 那再來就是學生跟那個部分 我們這邊也會做一個QR Code的識別 讓學生可以很心理的就登陸這個平台 來降低他說 因為每次都要找張號碧塔 都在哪邊 因為很多學生可能會有這個困擾喔 好那當然我們這邊也會提供些很多會議進入的範圍 各式各樣的範圍 可以公養私下來去做一個取用 那當然有了這些平台之後 老師要去搜尋一些資料庫啊 你要做分類的查詢 其實比起以往來說都會變得更加來便利 好所以以上這兩個呢 是針對於平台的部分比較新很面的 那接下來就要帶老師看到就是教材的部分 那教材的部分我們這次主要設計的是有兩大類 那一個呢就是VR互動的教學課程 那另外一個呢是PC補具的教學課程 那這兩大類的課程我們現在設計的都是有三大主題 根據不同的領域會有三大主題 那這三大主題下面會有延伸的課程 那這間課程是我跟特效老師討論之後 先設計出來可以給老師當作範本 直接上課去做一個使用的 那這個等一下都會直接就是帶老師去做一個操作 會實際操作VR 會實際去體驗PC的部分 那當然最多一個就是可能在特效市這一塊 可能跟教材的聯繫度比一般的來講 就是像對來的高的那假設說有一個平台 可以給家長來做登錄跟瀏覽 那包括說學生的一些學習歷程都在上面的話 那其實家長只要上來這個平台 就可以看到學生的學習的狀況 等於就不用在一對一一直在說明說 欸學生的進度現在到底到哪邊啊 那IP的記錄會的記錄我們的是怎麼樣的結果 那基本上都可以在這個平台上面去做一個呈現喔 好所以我重點整理一下說我們IP的部分 他大概只能比較大的功能喔 那第一個就是當然是傳統的資本 就是它數位化了 所以表格的話說可以降低老師的一些負擔 那再來就是我們也提供一些呃 比較標準化的教材可以供老師去做一個使用 那是有PC呃有搭配一個服具 那還有就是VR的部分 那接下來最重要就是還有一個呃 教案平台的共享的一個空間 那還有就是老師如果說今天他是透過我們的VR課程跟PC課程的話 其實呃同學啊他在上面的一些作答的紀錄啊 都可以在上面做一個很完整的呈現 所以等一下老師就可以看到說欸我們可以知道說學生他的大體的狀況 那你要去評估他的一些學習成效 就是基本上是有數據可以去做參考的 那便給老師去做一個管理喔 好那接下來我就把我們時間交給我們頭本 嘿各位老師好 那我最近在這邊好像已經一套車了 那現在會由我來進行我們的 對每個IP裡面的所有的服務來進行說明 好那對這個是我們的時間表 那待會就會進行我們的IP平台的教育訓練 還有我們的VR課程的使用體驗還有PC版的 對 對 我們會主要針對這幾個面向去做說明 那我們現在就進入我們第一個環節就是我們的帳號的部分 對那登入進去之後我們可以切到我們的IP的教育管理的畫面這邊 那就可以看到欸每個學生的資料就會列表在這個位置了 那列表完之後這邊也可以再進行編輯 像學生如果有些各式電動的部分 或者是新增也都可以從這邊進行的 那這邊的話對 所以主要就是學生的資料管理 那接下來的部分就是我們的IP的主軸的部分 那主軸IP呢 我們就是把它變成了數位化來 那數位化的格式就是有提供很多種多選的方式 去進行我們學生的個人資料的紀錄 那資本化對 就老師待會就可以實際體驗一下去新增一份學生的IP 那以前就把 也今天就是有請老師們就帶一個IP來 待會就試著一下一下進去 之後來進行裡面的問題的一些使用 實際上如果有問題都可以問我們 在我們旁邊的講述手段 對 那我們IP的部分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對 像剛剛講的 其實很多部分資本的話 其實老師填寫就OK了 那可是有一個重要的部分就是我們的會議紀錄 會議紀錄就是必須列印出來 然後在會議的時候去做一個會議 就是會議上面的時候需要填寫 以及也會需要做老師 也就是參與這個IP製作的所有人 家長老師或者是主任等等 那這些都會需要做簽名 所以簽名的部分就是我們會提供資本的範圍 在我們的平台上 老師就可以把這一份 你可能就下了下來 那就可以到現場去做進入了 記錄好之後 就可以直接上傳到我們的 不一樣會傳到我們學生的ID的這個資料欄位 那這邊的話我們提供的方式就是 當然一般老師可能是用掃描的方式 可是把它放到我們 你用機把它掃描起來 檔案就是上傳 那我這邊提供的格式有分多種 可是你用拍照的方式也是可以去完成這件事情 因為現在人手機機嘛 所以手機只要我們把這個畫面拍得清楚 那就可以把這張照片上傳到我們的這個會議紀錄的部分 對 那老師可以更容易的去操作它 對 那下一個部分就是 我們所有的IET編輯好了之後 當然最方便的就是可以在即時線上瀏覽 老師可以從這邊的列表點下去 可以看到全身歷年黃的所有的IET紀錄 那以及也可以就是 就是有一個按鈕叫做電印 電印的話 就可以把它轉成是我們的資本化的一個介面 待會我們就可以讓老師看到我們的資本化是什麼去做完成的 對 那還有所謂的資源共享的部分 對 資源共享部分呢 這邊就是我們提供的一個平台 這個是我們目前平台示意的畫面 那這邊就是會有所謂的 每一個所謂的叫按的部分 內容是什麼 那這邊都可以提供檔案連結的下載 那以及左邊就會有做一個分類的功能 讓老師們可以快速的去選擇說 這一個是不是所謂我覺得分手需要的 對 那以這邊是我們的分享 那還有 那老師們如果編輯好了 也是可以進行上傳 上傳的話 就是以自己的帳號 按這邊 就是上傳我們的資料 那上傳上去的時候 其實任何檔案格式都可以製作夾帶 對 像我們的壓縮檔 或者是PDF檔案都可以 那上傳上去之後 當然是要做一些描述啦 就描述說我們這個課程是否哪裏 學生使用的 那以教育的內容是什麼 檔案 放上去 那就公開了 那還不便我們提供是 當然就為了方便每一位老師 去找更資料 所以我們會有做一些所謂的標籤 標註說這可能是針對於 學生的哪個狀況的部分的各種訓練 所以就可以把這個做成Motion 那像這個內容 事後都可以再做更多的調整 調整到更符合學生的 這個份教材的使用 對不對 對 那這大概剛剛那些敘述 就是我們主要整個 ID的整個框架的部分 那待會 所以因為我們現在 接下來的內容 再讓老師洗地操作 所以接下來我們會牽扯到一些 比較貴重的問題 所以我們直播的部分 就到這個結塊 好 那這邊 嗯